新加坡慈濟人文青年中心 为客服班学生举办了一日生活营 运用回收物制作乐器 也借由活动邀请民众共善来做志工 输入各种指令不断尝试成效 许多小朋友首次接触机器人技术 最终成品是要制作一个乐器 It's very fun to do on the holidays so you don't just ride at home This is my first time doing the robotics lesson The best part was showing off our collaboration The day before this I really look forward I've always wanted to be an inventor when I grow up 我设计了一篇标签和冰箱 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 因为小孩子平时他们都很专注在学习 功课上有点压力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让简单的想说 让他们可以探索一下除了课程之外 学习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让他们可以挨握 我们需要找到三个食材的饭 慈禁人文青年中心为客服计划的孩子 举办一日生活营 同时也邀约对志工活动感兴趣的民众 一同参与 策划和体验 我对我妻子的游戏 其实我的预计是兼职员 我认为这些预计会不会有意义 因为我认为孩子们可能会有点兴趣 但其实这些证据 我来到这里我学习很多孩子 知道他们喜欢自己的男人 有点兴趣 这就让我感到愉快 这就在未来做更多兴奋的工作 给你们 这只是一个星期 或星期的结果 但他们可能会有大影响 这个学校假期 大家在玩乐与付出中收获新的体验 待新闻 蔡宝林 周振阳和私营 新加坡报导 谢谢大家 坐下来